多自在 長老法語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夫子 菩萨摩克萨因生隐 为文祝福所说之法 不经不布不为 身心误解 奈要取向 专心一念 修习难住 是名菩萨摩克萨 第一因生隐 我现在讲识隐 识隐嘛 识从识通来的 识通嘛 是从识定来的 定通隐 三极识一 三极啊 分开为了详细 所以分开来解说 实际上 定 生起了智慧 智慧就通 就是神通 神通 生起人中一切法 就以下这个十种 因为这些个 这些法 都是以体上而体 而生起的 缘起生起的 就是从定 而传生 因为有了大智慧了 有了神通力了 所以对一切有违法 无违法 皆能应可 也就是应可的意思 你有大智慧 不入生死 看一切生死法都入患 但是大菩萨离众生 有不理有为 因为大悲啊 不住涅槃 就随顺有违法 随顺有违法 有缘起 缘起都重伤 这叫无住涅槃 但是呢 在这无住涅槃 随也四先化身 像释迦摩尼佛 随也四先化身 但是魅力大定 这几日的神通的妙容 因此 把这个十音 用十种笔 先用十种笔 说一切法入患 一切法入焰 像焰火一样的 羊焰一样的 说一切法入水中月 说一切法入虚空 一切法入想 音响 回响 一切法入前大波城 前大波城没有的 是幻化的 一切法入梦 入影 入静宗像 入化 现在则是标 标四种法 现在嘛 分别开 一个一个加以解锁 现在是 因生因 应可一切因生 就是这样的叫着 因生因 什么叫因生因呢 说诸佛所说的法 不经 不不 不畏 而能够深信不疑的 物是理解到了 物解就是开物了 就是明白了 祸障都去了 就明白了 奈与乐 他所趋向 你专心的一念 修行难重 这叫菩萨的 因生因 这是我们现在 每个人 我们每个道友 谁都对 因生 就因响 我说话也是身影 现在我们的 因响 就是 凡你所闻的 所闻的就是 因生啊 因响啊 能闻 所闻 能闻也好 所闻也好 闻到中间的音要 一切声音也好 这三个都没有体性的 就三无性 音声没有体性的 你能闻的 闻没有体性的 音声里都说显现的 一切法一切事物 不是真的 但是 听着说 这种法一切 无相 无闻 无相无闻 明明闻到音声说 无闻 所闻的音响 无相 无相 你能够 承认了 不经 不义 不想和怀疑 说一切 做法无声 闻到这种法呢 心里都不产生怀疑 而不经过 但是呢 直到一切法无所有 当然到这个菩萨 到思义里的菩萨 他 他是没问题的了 他对这法 说他教育众生的时候 度化众生的时候 能够用众生 能够接受 这都要他说的 不是要自说的 要他说是 菩萨 能化 化于所化的众生 使一些众生 听到这种无声大法 一切都是无声的 而那个菩萨没有恐怖 如果自身 要自说 没问题 要他说 有问题啊 他是指着 菩萨教化对象 去众生 众生能不能接受 说这一切法 不自生 不他生 不无缘生 说种种生 说一切法无声 引的就含到 无声的意思 说我们大家都在 真空当中 来闻法 都出于真空当中 信吗 因此所说的 甚深的意 就是这个 所闻的 所有的一些法 闻到 不经 说到无声了 不经 说在生死当中 说无有生死 没有生死 无生死 就没有生命 说一切音声 说你闻 闻即无闻 听啊 明明听到了 说我听到 其实没听到 相信吗 因此说这一切法 深的意理啊 含义就是这个 他所说的含义就是这个 知道了 这叫 瘾 菩萨摩克萨 瘾生瘾 文一切 如我所说的 无上的 深深深法 能够应可 不起怀疑 不起惊恐 不起不畏 深深无解 那么不但不怀疑 而性能取向 所以思维法的时候 说一切诸法无生 当思维无生法的时候 心里都没有诧异 没有怀念 好像根本 根本这个 常的情景啊 我们看一切法 有生啊 有灭啊 村生下长 秋收东长 一切法都经过 这么四个阶段呢 也都是是啊 突然间闻到 一把生 生即无生 那住也无住 这带我们在 金刚经常听说 西伯特请问佛 人住心 难心 那佛教跟他说了 见一切诸法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众相 那就是这个含义了 听到一切诸法 无自性 一切诸法 本身 无自性 无性 不起微波 不起微 那无性的性 是什么呢 就是体 法性 无性的性 是体 是法性 听懂真空 觉相的法 不起经过 这就是生 闻生 隐 这是隐 隐子 就是无声 发隐 听闻不佛了 所识之法 咱们最初开始 听到苦记灭道 这很容易理解了 说苦记 觉道 这些法 没有 根本没有 这个过程 没有苦记灭道 明明有 说没有 就这个意思 潜出一些法 说现在 那幼体 就现在你在一个幼体 说幼体是本空的 你能接受吗 说幼体 是幻化的 一定要消灭的 这个你信 人都死吗 没有一个不死的吗 佛所住是 甚深的法 咱们从来讲的 实定啊 实通啊 这些法 你不经 不过不为 而且和神能误解到了 去向呢 就想追求 专求一面 修行难壮 这叫菩萨莫萨的音声音 这个呀 简简是 文汇 听到了 听到了 开始 听到了 能够误解 误解之后了 心生耐药 误解之后 耐药就靠着 识 识会啊 识量 观察 就属于观照的律师了 趋向就是修行 修行达到这个目的 九思 是识会啊 文思 我来修 文思修 我来专心一面 这个呢 在这个教义上讲 这修行过程上 先得修假行 修之处 要修假行 按修行成就了 达到了 这叫宗 从开始到宗 这个宗间是正修的阶段 到了根本的修得到了 就入定了 从定了 发生智慧 发生这一些智慧 定是根本 而师通呢 说定所发出的会 从这个会 会解 正到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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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正的了 正到菩萨的一地 一地 一地 到现在十一地 究竟成就了 与佛无二了 咱一般所说的阴神 人家骂我 侮辱我 这个阴神 这是反面的 利的 说这个引寿 不算什么功利 正面的 不可理解的问题 如果说你念阿弥陀佛 突然有个大词跟你说 说你念的是妄念 根本没有阿弥陀佛 再跟你说阿弥陀佛 就是你自己 你听到这种说法 和你修几十年的功夫 你赶紧要插一波 赶紧要惊恐不 那你修一个法 修了好几十年功利 突然有个人跟你说 说你这个修行 成不了佛的白斐辣 就是那一天点灯啊 那大天大白天 你点个灯干什么 不是白斐辣啊 你点个蜡烛 没用出来 你能赢得到吗 就是说 甚深的时候 在毗菩萨地当中 因为什么呢 跟你说这个音声音 就成音 一切音响 无自性 这是缘起的 缘起的 缘起 回归于自性体 也在音响 在生灭当中 要进入不生灭 完了又能从不生灭 即是生灭 生灭跟不生灭 是有啊 是无啊 是一个呀 是两个呀 有不可以 非有 说无 非无 非有 非无 就成音这个 甚深的道理 这其实举例了 影响得力了 普贤墨的说的很次第 前面跟你说个名词 以下一个一个说 也有识音 最后在总结性 跟你详细解释 这都是普贤墨的说的啊 在经文呢 经文是普贤墨的说的 这第一个 音响音啊 第二个顺音 否则 有何为普贤墨的顺音 我以诸法 示威观察 平等无为 随顺了之 这是顺音 令心清静 正住虚习 趋入成静 趋入了 就成就了 这叫菩萨 摩克萨 第二顺音 这个是子观啊 定跟会 前头定 是子 是定是子 是通的 就是会 就是会 定会合起 定会合一 那就叫随顺平等 定会平等 子观 平等 相应 定即是子 定即是观 观即是定 是观会 定会相应 在一起法的本体 宇宙法 思维观察 是观照的意思 是会照的意思 验到它实体了 无为 平等 平等 随顺一切法 了知一切法 完了要言说一切法 要懂得了 顺 就是 观 子 子观相应 观 观什么呢 观事 和理 一切 一切事件相 四 就是随缘生起 一注法 观理 你是本体 你是本体 四根理不二 观照的时候 是从定起会 而观照的 观 是照的意思 子 是静 是静的意思 就是 子观双运 思 你是 专注于井 思维修啊 专注于井 就是你现前的心 专注于井 这样子 这样子 在思理上头 是叫思维 思维观察 这个思维观察呢 就是 观察一切 助法 随顺体性 专注于井 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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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生的 生的所有事物 环过于体 这些事物 跟体 平等平等 四不为了提 理能成四 随顺了之 随顺是随顺这个 这样子 令你心的清静了 明信前进了 真的几个潜信的历史 那么 很多的同学的道友 说一天呢 烦恼不断 心安不下来 那你就没有思维观照 为什么定不下来呀 不能顺理 而得定 得定 定不下来 就是 我们烦恼 停不下来 念念相训 那假设你经过思维 烦恼从什么来的 为什么要烦恼 在这思维当中啊 就得有照的意思 有会 会去 了别 了别 这个念头 从什么地方起的呀 没有起初 当你一追啊 没有了 这个念头消失了 起没有起初 没有生起的 突然间就想起了 没有起初 在哪儿来的 你找不着 起初 消失了灭 灭你找不着个灭处 无起 无灭 但是 这中间呢 可使你烦恼 如果你经过观照 观察 观察 这一照啊 没了 当你注意提醒 你烦恼从什么时候提醒 等你找烦恼 烦恼没了 但一会儿他又来了 这个没了 耐个又起来了 烦恼不断 这个叫思维 因为你照的力量不大 定的功夫没有 说定 止和惯 功力没有 功力平等 说智慧 说烦恼 即是菩提 生死即是涅槃 思维观察着 就关这个二边 生死即涅槃 烦恼即菩提 就是平等啊 什么变等呢 同一性骨 互相不为 随顺而了之的 随顺了之 这意思呢 就是随一切法 了一切法的意 等那了一法的意啊 就就误解了 开了误了 说话是 直到烦恼 烦恼没有体性的 烦恼即菩提 怎么急啊 怎么急不了 等你观照静下心来 停下来 找找烦恼的根源 烦恼没有了 用什么来降服烦恼 就用观照的功夫 这有一切事吧 我们都要分析了 分析要找它的根源了 烦恼从什么去的 它总有个起处吧 找不着起处呢 所以到最后没有了 就没有生起的弟兄 落实到何地方去 没有了 烦恼到什么地方去了 生起跟灭 平等平等 生起没有 灭也没有 随顺因缘了之 已了 随顺因缘了之 这个才能使你 清清静 要思维观察 咱们的幼体 不能说没的病吗 病啊 是因为四大不合 百病重生 每一大 有一百亿病 四大不调和了 病就生了 但是 你用关照修行的力量 从佛的教导 病是怎么产生的 就是有你个身体啊 一个身体 一个心理 一个外边的环境 这三者结合的 离不开的 那你分析一下吧 好吃的 吃多了 是暴饮暴食 它会生病的 饮食下去 本来是治养身体的 但是所吃的东西 含量里头 有毒素 有病菌 得 你要害病了 嗯 害病了 身体不调了 身体不调了 你就烦恼了 病是苦 再烦恼了 四大 永远调和的 没有尾 也没有顺 嗯 地水火风 平等平等的 你热热 观照你身体 因为身体不存在 无作 没有照照 无为 观身体的性 如果你观照的身体的性啊 它跟法性平和了 那你功夫就到家了 就到家了 嗯 到家了 这个骰身的 你可以让他祝寿 祝寿一千年 一万年 可以让他 活十天死了 也无所谓的 嗯 成佛有成一天佛的 说一天法的 就圆界啊 他就入面了 有的说一万年 十万年 百万年 嗯 不可计算 嗯 这都是平等平等的 这个平等叫你 关照 我说 释迦摩尼佛在 说不死戒 只是化身八十年 八十岁元 俄悲得佛成佛 十节了 十节了 现在还住世 但是 八十年 跟无量节 平等 平等的 你怎么认为 只能观察呀 随顺体性了之 让心里头 清静无为 八十年 跟无量节 平等平等的 这个印之啊 这个印是知道 得靠你的修力 有智慧 叫正住 休息的时候 正住 正住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你那个本体 就是那个实定的定 住在前头 咱们讲的实定 都讲过了 住在定上的 从这个定 而发生了解 这个事物的变化 一了解 一了解你就知道了 这个了解就是会 会照观察 等你会照 一观察 这知道 成印 四法住 法位呀 四间相常住 一切法都如是 这叫什么呢 官司 官礼 礼事 无奈了 这是 开始要修子冠的时候 先冲定 先静下来 静坐一下 往来去观照 观照就是会 当你思维入定的时候 所定产生的观照就是会 这个叫初步的 修行的 跟你鉴刺的 鉴刺就是 子冠啊 修子的时候 有了功力了 在四景上 就是四景景的上 能难住了 这叫子 能静了下来了 心不颠倒 没有意乱的想了 心定下来 心不颠 而意乱呢 意念也不就思维了 纯粹 属于理 属于 性体 平等 只在平等上头 这是咱们 现在做不到 咱们指啊 先使你心定下来 忘静在止重 心定下来 静了 这就是理 完了 再分别一些四项的时候 那就叫是 叫理事 达到 这叫顺 顺隐 随顺 这个境界 了知 一切入法 它的体性 当你用观照的功夫 修止观的功夫 了得住法的体性 随顺 直到理性 直到了 这叫 与住法 思维观察 才能平等物为 不思维观察 怎么能达得到呢 要思维观察 思维观察 达到平等物为了 随顺一些事物的发生 发展 成长 圆灭 圆灭就回归圆地 这样的观察 才能心里 清静了 这叫随顺隐 但是我们最初开始 修这个 修止观的时候 第一个条件 就是 不要再产生祸 迷惑的祸 就是妄想 要是那个子力 子的定力 身弱 观照功夫的有了 能指挥不生了 一切的分辨心 妄念 烦恼不生 这呢 心里才能清静 这个时候 在那个观照的功夫 在观照你的井 观照一些井 正住在你修行 灌上的 子乎不生了 就是子洗的子 止住了 不起忘念了 忘全子了 我来就提起正念修行 子在那 一定在空上 观的 应该有上 观空观有 观空不恐 观有非有 这样提起来 这就是正住 观照四里 这个咱们现在 是讲华言译了 这是讲那个 前头的方便啊 本经不是这个意思 不讲这些个了 这十一里菩萨 的境界像 但是我们要说 十一里面相 前头料说几句 才能明了啊 不能进入啊 这叫随顺 就是随顺 随顺 离体 观一切事物 大菩萨 究竟这十一的菩萨 他随顺 他所正的 真理 一真法界 随顺 众生 教化众生 第三个隐 十隐当中 第三个 无声隐 这笔 这笔钱都好解释 无声隐呢 就是咱们平常经常说 无声 法隐 隐 随顺 承印 一切法 无声 这第三个隐 这第三个隐 说隐一切法 无声 承印 一切法都是无声 无声也没有灭 无声无灭 否则 此菩萨 莫赫萨 此大菩萨 不见有少发声 他没有看见有一点点少发 生起啊 一切法生起啊 你不见有少发灭 不但没见生 也没见到灭 当然了 无声就无灭了 少发呢 有一点点 有微少的发 也没有见到有法生起 这叫无正的 究竟无声无灭了 要无声 一切法无声 再无灭 无声再无灭 无有灭呢 再无尽 无灭再无尽 无声无灭 这个法也没有个尽嘛 没有个尽 也没有个不尽嘛 根本就没有一些法 无声无灭 因为无声无灭 无尽 还有构言嘛 无声就是没有一切法 也法无声 无声自言无灭 没有一切法 但是不是这样的 一切法现存在啊 婉言存在啊 这在什么境界下 不为紧缩转 不为紧缩转 就是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道友啊 包括我们幽不赛 幽不赛 我们没有贪恋 我们没有贪恋 现在这东西很好 四天人都以为很好 对我们来说 我们没贪恋 没有贪求 没有贪求 说这个法 对我们没冗成 他对我们不起作用 无声音了 我心里也没有这个法 你这样的去想 你不贪求 这个 也不想得到它 等于无声的含义吧 但你没有失调啊 也不会 因为你既然不求不得 有什么失调啊 跟你好没关系 这就像 一切法无声就没有灭 就没有生灭法 就是无声灭法 没有生就没有死亡啊 没有消灭啊 那无灭过再无尽 无灭无尽 永远入世 永远存在 没有消灭时候 但是也没有生 没有生哪有呢 哪有灭呢 无声无灭 永远无尽 永远是无声无灭 但是不 离开一切法 无声无灭 不是的 在一切法上 以你的定 观 神通力 了解到 无声无灭的 是在你的 一面 观到上 这个法无声无灭的 一些法自然的运钻的 好像跟你没关系 贪嗔痴痴 所感的果 是苦的 因为你没有贪嗔痴 这个苦果你没有啊 你没这个阴当 也没这个果啊 我这是举例说了 跟着一切法清静的 没有什么构言的 因为一切法 无声无灭的法 还有什么构言吗 无尽 无有构言的 因为有构言 有清静 才有差别 没有构言了 也就没有差别了 一个跟一个的 经文是这样说的 无差别 在无处所 没有个处所 没有个医子 没有处所 它是寂静的 一个跟一个解释 寂静的就是 礼遇才能寂静 前段是无处所 就是没有贪求 没有欲望 没有处所 六根六尘六尸的 警戒相 没有 那就寂静了 那寂静了 就一切欲望都没有了 没有贪求 没有照做 离了遇了 就没有照做 谁也造业啊 造业的没有了 有欲望 有贪求 才造业啊 什么希求都没有 无座 什么都无座 就无怨 没有提希求 无怨过才无座 这么来解释 无座的 无座了 还有什么过去 现在未来吗 三次法也不利了 无座 这个主要是 因一切法无生 无生在无灭 可以得到上 一切法无生无灭 怎么知道的呢 怎么知道无生法无灭 是修前头的 观照 寂静 就是定和会 自冠 这样得知的 一切法无生无灭 那么就得知了 一切法无生无灭 那就叫做 无生法阴 不见法灭 也不见法生 这个就是我们讲 华言的一真法界 真是本体的 本性的法身 法身是不自生的 那一切是 纷纷摇摇的 这些个 从原生生的法 从原起所生的法 没有自相 原起入法无自性 是说 原起入法无自性 过 说入法无生 因为没有生起 那也没有灭 这是从原起 解释 无生的含义 那无生无灭 这个道理很容易懂了 没有原起 没有生起 原的关系 断缘 断缘 这经常说 不攀缘 不攀缘就没有缘了 有缘也不攀 不攀就不去随缘转 就这个含义 这就说 原生 无性 原生无性 所以说 诸法无生 无生就没有灭 有生再有灭 一切法是因为先生 而后就有灭 即使不生了 灭又从何说起啊 灭就没有了 都讲到 缘无自性 所有一切法生起了 这法无生 为什么 没有自性 他说他不生 那无缘当然就不生了 无缘当然不生了 所以有缘 有缘你把缘断了 他不生了 这个道理啊 前行很好懂 说神讲教义上 说神语文字上 你很不好懂 那么现前两种男女 女的不生 他不结婚 只不生 都没缘吗 缘断了 有缘也断了 缘断了 无生 这个道理很好懂吗 但是啊 所讲的只是这么一件事 这个里头所产生的麻烦 缘多了 大家看 什么是没缘的 没有 没有家庭的姻缘的 断了 这么几百人 就每个人难个家 哎呦 家庭了 没完没了 那个缘呢 是没完没了的 说严禁了 严禁了没有了 这就是缘起缘灭 缘起缘灭 因此说 无生的意思 大家可以这讲 为什么 孟比丘年一师父 都不生孩子 没有缘呢 无生了 这个如四十来解释 就是无生也没有灭 他不被为儿子操心 不被为儿子操心 也不是担心女儿上大学 什么都没有了 他原本要这些了 少好多麻烦 少好多事 这叫无生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生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力宏地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武台山安详市集 享受103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眼说大称 少龙火肿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力乐有请 认识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 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 为此 慈悲至业成立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师之慈悲法门 喜认世尊 施设慈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 不诗者亦得福 实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诗诗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不诗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不诗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 福寿长 善根具足 也因为不诗轨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 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止 海内外共三十万三千零二十五场 不诗蚂蚁 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直 海内外共一万两千三百一十一次 海内外共灵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以后没有相续,其他的经,其他的教法没深入,就一个三规就够得了生死了 但你忘了就不行了,你能够昼夜的相辞 如果你到晚上,什么事情没有了,要睡觉了,在睡觉之前,归于佛,归于法,归于神 最少念十遍,就念归于佛,归于法,归于神 那么早清,一睁开眼睛,第一个念头,想到是佛,法,生三宝 那你就归于佛,归于法,归于神 还念十遍,最少,能多念就好了,但你最少不少的十遍 说你其他的修行都没有,就得从少三规以来 现在,能够,截不间断的,早晚相辞,归于法,归于神 归于佛,归于法,归于神,最少念十遍 那就从你受三规的这时间起,你相续不断的一生都这么试试,受此 那你就得度了,你为什么要受三规,受三规干什么 你就把佛法生三规,落实到你生活当中去 不是广念的,归于佛,归于法,归于神,归于佛,要一直依靠佛 把我们世间的事,人生的一些烦恼,都请佛给消失了 你归于佛就这个含义啊,但是,你得学方法 比如说我们很多,学了佛了,不知道什么叫佛法 我说这话,可能大家感觉有矛盾啊,学佛的人还不知道佛法 我所了解到的,所知道的,大家所问我这些问题 刚才说了两个,包括全部,都是不了解佛法 了解这些个问号没有 什么叫佛法呢?佛是印度化,不是中国化 没说全,给丢了很多,丢了一半吧 应该具足说,佛陀也 佛陀也,翻成我们华言的,的语言 什么含义呢?觉悟,明白 就是觉明,就是佛陀也 那么现在就叫佛,把陀也给撂了 怎么翻呢?不成一句话了 那八个佛就代表了中国化 但是它含义呢,是含着托也啊 你把托也加上,佛陀也才能翻到觉明 因此呢,佛就是觉悟明白,要代表佛明白觉悟 我们怎么能达到觉悟明白? 学法呀,佛法就是觉悟明白的方法 你要学,你就能觉悟,你明白 所以受三规就是觉悟明白的开始 不是受了三规,入了佛门了,就没有事了 事情还多呢,这仅仅是开始 生死是必然的啊,任何人都得死 他在死的时候,想用佛法挽救他 这有两种原因,一种他本身很信佛 这个就很好懂 一种他本身不信佛 那你花的力气就要大,花的力气要大 所以,以佛法开始给他 那你得对积,不对积效果没有 还有这个人,不是对一般人 佛所说的法,是对任何人都使用 但是,所以他法门很多,八万四千 但是你因人死教 你对病人,不可以这么笼头说 对一切病人给他说法,不见得有效果 你得了解他 了解这个病人的生前情况 你给他说,那效果就大一点 如果他是个医学家 他对病理比你熟悉多 你给他讲病理啊,用不着 他讲佛法,讲他治疗不了的 好比乃症 现在有些个乃希婆,没办法消灭 那你给他讲 所以,在因何人,因何因,说什么法 那就对了 不是一切佛法 佛法是很包容很广的了 这叫对积说法 病人,要死亡的时候 或者已经死亡,每个人的情况不同 他生前习练什么 你给他说什么 不是拿一个方法 对待一切人,都去应要不行的了 含病得用含药 热病得用热药 懂得这个道理了 佛的开思,佛法的开思 是因人而死的 得要死逼人 或者死亡 我们给他超度,超度亡灵 一般的说,现在放羊口啊 做做佛事啊,念念要死经啊 念念地藏经啊 念法和经能解决问题不? 念华经能解决问题不? 不是那个法 是指法那个人 念的那个人 念那个人 他修哪一法门 他以那个法门帮助这个病人 效果就大 如果是这个病人 一律地给他念念要死经 一律地给他放个羊口 解决不到问题的 给他种个上根吧 就是给他佩佩佩 只能做到这些个 这个病人 在大江湖上